根據最新調查發現,有近四成溫哥華生生代Generation Z的受訪者認為, 他們第一個物業需要與親人或朋友共同擁有。 世韻新報導 據一份由連鎖地產公司所做的調查發現, 有三成七,年齡幾乎18至28歲,居住在溫哥華地區的Z世代成年人表示, 預期在五年之內會首次置業。 另外有四成三的受訪者就認為,自己會在未來五年至十年買屋。 除此之外,有兩成七的受訪者說,他們在購買第一個物業的時候, 將會與家人或家庭成員共同擁有。 另外有一成三的受訪者就認為,會與朋友或其他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共同擁有他們第一個物業, 令到共同擁有物業的比例達到四成。 有八成六的受訪者更加認為,擁有物業將可以令他們退休之後經濟穩定。 數字顯示,一月份大溫哥華地區的指標屋價超過120萬元,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8.5%,比去年12月也升了2%。 我開心的畫面在民間可以令他們有可能為兩位置業。 你會有其他人,埋覽大溫哥華地區的指標。 這是我一名分詳細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